女孩重生的第一件事 就是帮前世家族的仇人解开了诅咒 即便对方是个不择手段的疯子 恢复势力的米哈尔把她视为恩人 并承诺愿意为她做任何事 利泰尔在前世 因为迟迟未能觉醒水之力 被亲人送上了祭台 只因古文书记载 献计双胞胎之一 可以让另一人得到完整的水之力 家族竟无一人阻止 就连她的双胞胎弟弟也冷眼旁观她去送死 随着法阵启动 利泰尔的心好像也跟着死掉了 她努力了那么多年渴望得到家人的爱 最终却换来一场空 精灵石产生了共鸣 家主震惊 这是什么情况 就在下一刻 精灵石突然碎裂 仪式并没能成功 一名少年绝望地向她扑来 再度醒来时 利泰尔还以为这是一场梦 她明明已经死了 可现在却完好的坐在卧室 弟弟这时闯了进来 利泰尔 你身体怎么样了 她疑惑 利安休斯你怎么会在这里 对方走向她 竟直接坐在了她的床上 当然是来确认你的状态的 不过话说回来 她眼神变得阴郁 拜你所赐我的行程全被打乱了 现在变得一团糟 简直麻烦死了 利泰尔看着这熟悉的鹦鹉 在三年前 曾有杀手想暗杀利安休斯 他因为保护她而中毒昏迷了很久 利安的行程也因此被终止 难道她是回到了过去 既然如此 厌烦 在这一点上我们彼此彼此 利安休斯海姆 你放心 以后我绝不会再做那种多余的事 又一人忽然闯入 利安你快出来 父亲让所有的觉醒者过去 精灵石刚才发光了 利安马上起身 我们边走边说 来人看向她的眼神带着轻烈 前世她早已习惯了这种目光 唯一没有觉醒过水之力的她是家族的耻辱 在她被献祭的瞬间 精灵石变成了碎片 接着有某种气息注入到了她的身体内 说不定她已经觉醒了水之力 利泰尔伸出手 努力感受着身体内的能量 把她聚集在手中 精纯的水之力从她手中出现 成功了 她不知道这算是诅咒还是祝福 不过这一次 她决定抛弃海姆家族 临间一马车正在前行 小主人您的眼睛怎么样了 被问的人面带笑意仿佛瞎得不是自己 还是什么都看不到 海姆家族坚信前几天的暗杀是比尔赛指使的 他们会愿意帮您解开诅咒吗 我也不知道 但只有水之觉醒者可以解除我的诅咒 所以也只能试试了 突然 他们感应到什么 一个诅咒还不够 这次又给我准备了什么 看来我得把这份大理加倍的还回去吧 黑色的力量从手中涌出 那自然是对方要什么我就给什么了 有恩就报 有敌必杀 这可是比赛尔的信条啊 海姆的家主接待了她 她并不知道米哈尔失明的事情 只奇怪这个杀神怎么跑这里来了 感受到对方的紧张 她便开起玩笑 怎么你好像很畏惧我似的 家主被激情怒气 您想要什么就直说吧 我的眼睛瞎了 重的是一种连圣女都无法解除的诅咒 据说只有海姆家族的水之觉醒者可以解开 所以希望你们能帮助我 见对方有求于自己 她立马变了脸 还真让人为难 既然是如此强大的诅咒 那就意味着帮你解除诅咒的人也可能会丧命 与其强制让别人帮你解除 不如给他们一个选择的机会如何 请您等上一个月 看看有没有人自愿帮您解开诅咒 这样的答复几乎等同于拒绝 但她现在有求于对方只能让母 我知道了 那我就今后消息了 这种结果米哈尔之前也想到了 而且她怀疑究竟有没有人能解开她的诅咒 他们被安排到了偏远的别管 对方怠慢到连个佣人都没有派来 路上他们听到海姆公爵召集了水智能力者 米哈尔命令下属去调查情报 失明对于她来说并不会影响日常生活 但看不见 就无法精准地使用和调整力量 而且情况还可能进一步恶化 突然感应到门外有人 是入侵者吗 她漫不经心地朝对方走去 我可是很讨厌夜晚的老鼠吗 你是谁 一道女生传入她耳中 我不是杀手 更不是海姆公爵派来的水智能力者 她闻到一股若有若无的响起 因为看不见 所以米哈尔的其他感官更加敏锐 与海姆身上的水晶味不同 是一股很清新的味道 这个人和海姆家族的人不同 你为什么来找我 米哈尔比尔赛 关于诅咒的事情我可以帮你 但如果我解开了你的诅咒 我能从你这里得到什么 米哈尔从惊讶中回过神 不知为何她感觉这个人 也许真的能解开她的诅咒 她牵起女孩的手保证道 一切 我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她的眼睛被吓了七重诅咒 像唯一能解开诅咒的海姆家族求助时 却被对方视而不见 甚至随意嘲弄 所以在不久后 米哈尔发动的战争 几乎毁灭了海姆家族 这是利尔泰上一世发生的事 她重生回到了三年前 正巧是米哈尔来求助治疗眼睛的时期 面对利尔泰的提问 米哈尔向她承诺 我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她提出先观察诅咒的情况 米哈尔笑着说随意 毕竟你是要为我解开诅咒的人 我没理由不配合 她伸出手 那我要解开四代了 这样的解法让她几乎是抱住了对方 记得很结实呢 我的护卫怕松开 所以绑得比较挺 其实她自己也可以解 但不知道为什么不行告诉她 失去视力后 她的感官变得格外的敏锐 对方的手很柔软 而那阵阵传来的香气 也一直在刺激她的嗅觉 米哈尔眼睛因为诅咒染上了黑色 瞳孔里排列着法针 利尔泰一乱 这是黑魔法 而且和一般的诅咒不同 她有七重束缚构成 随着时间推移 诅咒会变得越加严重 米哈尔一问 你怎么会知道这个 海姆的人不是厌恶古代的黑魔法吗 利尔泰在为觉醒水之力时 一直想得到家人的关爱 为了帮助父亲以及哥哥们 她翻阅了古代禁书 没想到会在这时派上了用场 总之必须尽快采取措施 不然你就会永久地失去视力 她伸出手 开始尝试帮她解开顶层的束缚 体内的力量喷涌而出 虽然是第一次真正地使用水之力 但她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这股力量 米哈尔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力量 流入到了她的体内 海姆家族竟然有如此强大的觉醒者吗 很快第一层封印就解除了 她感到眼睛变得舒服了一些 可视力还没有恢复 利尔泰解释道 因为封印如果一次解除 会对身体造成巨大的负担 所以剩下的会帮她分七次解开 就在她准备离开时 米哈尔突然开口 我会等你的 虽然不知道你叫什么 但是我很期待明天的再会 利尔泰点点头后开门离去 等她走远后 米哈尔才捡起丝带 不知为何她突然有些口渴的感觉 前世的海姆家族 因为战争被夺走了大半领 而夺走领地的人正是米哈尔 被逼入困境的海姆家族 最终选择献祭了她 想用她的死亡 让利安修斯的力量变得完整 只可惜精灵时真正的主人是她 而不是她的弟弟 如果海姆家族知道了这个事实 绝对不会放她离开 根据帝国法觉醒者家族的贵族 在成年前必须住在家中 只要她把这个秘密完到那时候 她就可以顺利地脱离家族 看着对她极度冷漠的利尔泰 利安修斯陷入了迷茫 当女孩的手微微碰触到她的脸颊时 少年的感官再一次被放大 好像只要她轻轻一拉 她整个人就会轻柔地栽入到她的怀中 利安修斯把姐姐当成自己的所有物 也赌定利尔泰绝不会主动离开她 所以当曾经那个温柔小异的女孩 对她冷眼相待时 还是这种态度 利安修斯表现出关切的样子 说担心她的身体状况 却被利尔泰撕破了她那伪善的面具 也是 毕竟没有我在 你就无法好好发挥能力 这话正中利安的七寸 她强忍下怒气 我的意思是白天你可以多出去走走 一直待在房间一定很闷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她并没有直接走掉 而是站在门外想着利尔泰为什么变了 从帮她挡住杀手后 她就仿佛变了一个人 之前明明只会看她的眼色和讨好她 这时大哥找了过来 精灵石比昨天更亮了 从凌晨开始 精灵石就发出了如白昼般耀眼的光芒 可她并未对此产生任何等意 利安不禁怀疑 这个精灵石真的是因为她才发生变化的吗 约定的第二日到来 利尔泰准时出现 她一进门 米哈尔戴着笑意主动与她问好 嗨 女孩沾下帽子 晚上好 米哈尔比尔赛 男人不满道 你连名带姓的叫我也太生疏了 那我以后叫你比尔三少爷 不 我希望你直接叫我的名字 女孩不过沉默了一瞬 就答应了下来 不过她语气依旧冷漠 米哈尔没想到对方会同意 这种无理的要求 她答应的倒是很痛快 该说她冷静还是聪明的 很快便开始了第二次节奏 她看到米哈尔攥紧了手掌 便俯上她的手安慰 相信我 我一定会治好你的眼睛 当女孩的手轻触到她的脸颊时 米哈尔的感官再一次被无限放大 她的手又小又柔软 好像只要她轻轻一拉 她整个人就会轻柔地栽入她的怀中 而这样小小的人竟然在安慰她 虽然她根本没担心过 堂堂的比尔赛竟然有一天会听到这种话 有谁会相信呢 这是她第一次对女孩露出真诚的笑意 好 我相信你 第二次节奏也顺利结束 当女孩问她状态如何时 米哈尔才从正愣中回过神 她再一次惊诧于水之力的强大 不过让她感兴趣的不光是这股力量本身 还有利尔泰这个人 因为看不见反而让女孩在她心中 有股难以言喻的神秘感 利尔泰这次没有直接离开 而是坐在了她身边 那就好 我还担心你会痛呢 她竟然会担心自己 她可是恶名昭著的比尔赛 可女孩对待她就像对待小羊羔一样温柔 米哈尔在失明后 从未有过如此想亲眼看见一个人的蠢动 她忽然很好奇 利尔泰见到她时 是什么样的表情